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首寄宋里面 讲到这个能现能变的心 所现所变的一切法 能现永恒不变 这个里头没有救命 能变的这个心实 这个心是八实 也叫八实 也叫八心 这个是能变 能变呢 它有这有迷 那你是他 这也是他 这个就是大臣教里面 佛常讲的一切法 从心相生 这个心相是实现 不是真心 真心里面没有相 主要知道 真心里面 这个妄想分别之主都没有 那才是真心 有妄想分别之主呢 这是实现 那就不是真心了 那么像阿赖也呢 说实在的话 只有起心动力 没有分别之主 阿赖也有起心动力 这个是自信的本能 分别是第六实 执着是第七实 那这个理念就有 善我 非善非我 叫无极 那么善 就是哲 哲 他能够回复到 一阵法界 我们讲修行正国是他 破无名正发身是他 是绝的用处 那要是谜的作用呢 谜的作用就变成六道三图 所以 这个社心啊 有觉有谜 有善有我 真心没有 真心没有觉你 真心没有善我 真心所现的 这个境界 就是发界 发界也叫发生 那么发界也好 发生也好 发界发生 有没有善我 没有 有没有觉迷呢 没有 啊 设发界里头 有觉迷 有善我 这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点 啊 啊 我们一定啊 要把觉迷 善我 通通 放下 所以说 两边不住 啊 就跟迷是两边的 善跟卧是两边 两边都要放下 啊 中道也没有 中道也没有 也放下 你就回到发性了 啊 回到发性了 那就是大臣教里面讲 明信 见信了 那就恭喜你啊 你就圆满 不提了 啊 如果你把谜放下了 我执着在 绝对这一边 见不到发性 啊 你的最高的果报在哪里呢 最高果报在什么发界 四圣发界 彻底放下了 没有别的 真正觉悟的人 告诉我们 修行是什么 放下 放下 再放下 放到什么都没有了 把他什么都没有也放下 你才成就啊 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不能有啊 不但分别执着不能有啊 齐心动念不能有 齐心动念是妄想 是无名 这个是最难最难 极其威细的 那个齐心动念 也许就是科学家讲的 这个宇宙的原点 极其威细 我们不能不晓得 随六族 大师 这个本来无一物 这一句真是了不起 一句话 五个字 把这个发心 发现 发声 形式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本来无有 真不容易 那么前面 我们这前一个小时 所讲的 很重要 这是在颠倒不如实的状况之下 佛教我们 真的 这个这个 转世成智 修行从哪里下手 要从持戒 真的是 因戒 生定 因定开会 决定是戒定会 这个是次第 次第 不能颠倒 颠倒之后 决定 没有成就 我们自己 学佛 这么多年来的时候 功夫不对劣 就是因为 顺序颠倒 没有 从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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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定 从定 开会 没有 我们学教的人 只知道 把这个 精神 这个 时间 都用在 经典上 戒律 疏忽 所以 搞了几十年 没根 几十年的功夫 业无所成 这个 这个 时间 空过了 精神 体力 也都 浪费了 没有根 我们今天 从根上 做 那根上 做的时候 只是 凡王阴落 里面 这个四句戒 可了不起 我们细心去观察 去思维 我们有没有犯这个毛病 四句都犯了 这才知道 为什么修行功夫不得了 念佛 不能得功夫成品 学教 不能大开 圆解 修禅 不能得 令 学谜 不能得 三米相印 这个话是什么 黄念祖老 就是 跟我讲的 讲 现代 学佛人 中门教下 闲教 门教 都提到了 为什么都不能听 没有在 戒学上留意 没有在 根上 用功夫 我们今天 真的是 把根 找到了 找到了 越旧 我这是 八十老翁 也不例外 还是从根 就起 如果再能 活个三五年 我还是会成就 那么在我这个年龄 彻底 放下了 为什么呢 该走的年龄 中国古人讲 人生七十二 古来西 我都八十了 那还要是不放下的话 那就大错大错了 那我们这个 几十年的佛 就不学了 彻底放下 三界 六道 十八界 一丝毫不展 我和一天 对有缘的同学 我都会经历 帮助一天 时时刻刻 提醒大家 勉励大家 这就是心 我们在这个 法相里面 把这个真心 忘心 搞清楚 真心是 本来无忧 没有倦敏 没有凡神 没有善悟 也没有祸福 也这么发觉 那么说法界里面呢 那就都有了 这个我们就好懂了 现在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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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宗爹 修学 纲领 着实诚 你能有这个认知 那你就不颠倒了 你的知见证 知见证量还不行 不能解决问题 要心证 行证 三业都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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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戒律 就是约满了 戒律就是修正 我们身口一三业 这个话我讲了几十年了 我讲这个三藏 经认是修正我们知见 戒律是修正我们行为 那么你说知见重要 还是行为重要 都重要 但是在初学的时候 行重要 一入境界的人呢 行为里头没有过失了 知重要 就好像我们这个念书一样 小学里头是行重要 大学里都是知重要 那行已经成就了 他不会越轨了 要提升他的智慧 提升他的 德行 小学生的时候 是要提升他的 这个行为 德行 要在这上下功夫 那么我们采取这个六足谈经里面 能大师的这个念手记 就把这个转世称之日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很难得了 第一句 大原尽 大原尽之日信清净 这个昨天我们跟诸位谈过了 今天我刚才说的这句话 这个大原尽之日信清净 或者说是发戒 发戒 发心 发身 发戒我们通常讲发戒性 发戒性 现的像就叫发身 都是清净的 刚才讲了没有救你 没有善悟 没有获福 什么都没有 六足讲的 本来无一无 什么都没有 但是居足 无量的智慧德相 世尊在华严经上赞叹 一切众生皆由 如来智慧德相 如来智慧德相 就是大原尽之信清净 那现在我们看第二句 平等信之 心无病 这个重要了 转世成治 就是在第六识跟第七识 平等信 信之 是什么转的呢 第七识 第七识 是什么呢 执着 那你想我们就知道 执着就不平等了 自信 亲近心 本来是平等的 这也有执着 平等信 就没有了 失了 现在我们要 转 转第六识 第七识 为平等 信之 八识 八识是什么 八识是妄想 智 是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 四字 四字 不提 就是大臣教里面常讲的 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 这不是学来的 不是修来的 是自信本来具有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平等信之后 为什么舍掉了呢 就是你有知足 第七识 摩纳时 像中你们讲的 四大烦恼 常相随 你为什么会有知足呢 因为你有这四大烦恼 四大烦恼 头一个是我见 我见 就是职者 拥护 凡夫执着 生什么 这个见解 叫我见 齐心动念 头一个 那有我跟我对立的吗 对立马上就 就就就 献出来了吗 对立是人 再就众生 金刚经常 再就受折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折 全出来了 这怎么能平整 一些众生里头 我总是低 傲慢心起来了 所以这个四大烦恼 有我慢 用我吃 用我吃 用我爱 这四个烦恼 你们想想看 我见 我爱 我吃 我慢 那么这四个东西都没有了 短地 骑尸 成 平等性质 这个古德 注节里面讲 能对 诸臣 不起爱 正 即二性空 这个二性呢 就是爱 赠 这两种烦恼 这个爱 不是我们一般讲的爱 我最近讲的爱很多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爱里头 是有控制 是有占有 贪爱 贪爱的反面 是 诚恨 这两大烦恼 你这个心怎么会贫 你按大烦恼 从哪里起来呢 从我进 我吃 吃是迷惑 你才有我爱 才有我慢 傲慢 所以 我们在一切境界里头 练功 这个修行就是练功夫 练什么呢 我平常看不惯的人 诚恨呢 练到能看得惯 真修行 看不惯的人 我不看他 我躲开他 不行 这不是真修行 真修行 在这个逆境里面 看得很顺眼 顺境里面 顺境是贪爱 顺境里面的时候 把那个贪爱的念头 断掉 逆境里头 把诚恨的念头 断掉 这就平等了 真正会用功夫的 用这个 不是说你每天 念好多经啊 念好多一项佛号啊 你在这个境界一线前 还是有贪嗔起来 顺境其贪爱 逆境其 其这个 成会 你没有修行 你搞的那些修行 全是假的 不是真功夫啊 古时候 苏东坡跟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佛印的故事 诸位都很清楚啊 苏东坡自己认为有信德了 这个功夫不错了 他已经到霸风吹不动了 端坐紫荆莲了 他这首诗 派人送到佛印那里 佛印禅思 一看 在这一首诗上 写了两个字 放屁 叫这个人带回去 苏东坡一看 这两个字 怒火就重新冲生起来 要去找佛印算账了 到了这个寺庙里面去 佛印的门关起来 旁边写了一幅对联 叫霸风吹不动了 一批打过架 苏东坡一看这个对联 也不进去了 赶紧乖乖的回家了 不行啊 你这个爱憎美断了 习气还这么浓啊 这就是说是 你虽然学佛 学了那么多年 你的功夫不得了 没有功夫啊 你不是真一修啊 真一修 就是在这上下功夫 善财童子是真修啊 略死恋心 那五十三残 五十三残呢 就是我们从早到晚 你所看到的一切人 一切事一切无 在这个里面去练 练什么呢 瞬经不生贪爱 逆境不生成贪 正功夫啊 这是什么呢 这是转莫纳时 为平等性质 转是成质 六七音上转 五八是古上转 五八你没办法转 你真正能用得上功的 就是第六第七 就是学什么呢 学不执着 不分别 先学不执着 因为那个执着的烦恼 是最重最重 最容易造罪业 先学不执着 果然与顺利境界 都平了 都不执着了 六道就没有了 你就出了六道轮回了 换一句话说 你喜欢的 你还有喜欢的 还有讨厌的 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 念福都不行 不能往生 那不是说 带业往生吗 带业往生 不带现行 这个要懂啊 带业是带就业 不带现行的 就是现行呢 你这一句佛号 功夫得力 我们讲成片的 能够把现行压住 控制得住 才能往生 那这个 这个是怎么个修行法 这比其他法蛮容易啊 境界现前的 我很喜欢的境界 这个 贪念才生起来 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压下去 真压得下去 让自己的心恢复平静 逆境现行了 我讨厌的 阿弥陀佛 成会压下去 能够压得 服服帖帖 逆境 成会不生 成会并没有断 只是这一句佛号 得力 这个佛号是 你用佛号 把这个谜压住 控制住 是用这种功夫 这叫代业往生 你要是压不住 你就不能往生 你还是反复 你该怎么样的报应 你还是在六道 要受国报 你想到这个地方 就可怕了 真可怕了 我也有 真正感到可怕了 你才会回头 你才肯正干 然后对于顺利的云 你都非常欢喜 为什么呢 没有这个云 我没有办法磨练 我自己怎么晓得 圣经里头 我没有贪恋 历经里头 我没有成会 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天天看这个境界 圣经里面呢 那个贪爱的心的时候 天天减弱 历经我天天看到 我那个成会的心 念念轻了 一天比一天轻 功夫进步 功夫得力了 念头才起 佛号借助就来了 这一句佛号就把念头摆平了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摆平的方法 佛号最方便 一切时一切处 行注作物 思维 通通没有妨碍 念头才起 阿弥陀佛 直起第二 第一念 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 你这个第一念没有相续相 这才能往生 什么时候功夫 有念佛 往生有把握呢 真控制住了 就有把握了 圣经里面 确实一点贪念的心 没有 财色明师睡 明文立养 不动心 那就叫霸风吹不动 真的吹不动了 霸风吹不动 不是什么很高的功夫 初级 在我们念佛上 刚刚功夫成品 刚刚能把烦恼控制住 苏东波不行啊 如果是这个 这个这个 佛印 把他的诗退回来 写个放屁 苏东波笑一笑 往自知楼一丢 那真理就不动 那我想呢 佛印一定会到苏东波来拜访 他来看他 不逼苏东波跑去 这个就是勘验功夫 那真的时候是不动心的 不在意的时候 这个佛印 要给他做印证 所以佛印写这个字 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玩笑的 是来勘验他的功夫真假 是不是真的 在顺利境界里头 读不动 这等于是考验 我们要懂得 他这里头真正的意思 这个是同参道友 印尽的义务 要帮助他提升 那么二星空 这是平德英之 谢谢 这个下面呢 还有一个注解 三藏法术 对于平等心智的解释 为如来观一切法 欲助众生 借息平等 以大慈悲心 随其根性 随其根基 事先开导 令其证书 这个叫平等心智 如来有这个智慧 这个地方讲的如来是广义的 什么叫广义呢 四十一位法身大司 都叫如来 这就是广义 宗门说得好啊 明信 尽信 尽信 成佛 换一句话说 只要你转四智 转霸石乘四智 就是如来 那么在相中 真正转霸石为四智的 原教 粗诸菩萨 我们常说呢 破一平无名 真一分发生 在相中里头 转霸石乘四智 霸石是忘心的 忘心转了 从此以后用真心 不再用舍心了 舍心里面有分别之处 真心里头没有分别之处 所以如来用的心是平等心 你看 观一切法 于诸众生 细节平等 这个是自证 自证之后 再生起大慈悲心 慈悲心是信的 就是爱信 这不是学来的 这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 大慈悲心 就会观察众生的根基 应于什么神得度就信什么神 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你 你能够得度的时候就用什么方法 这个我们一般人讲神通 什么神通 他能看到你过去生生世世所修的 这个法门 过去是你曾经学过 你学过多次 那么你就很熟 你一接触这个法门 你就很容易学习 如果这个法门的时候 你过去没学过 那就很生疏 生疏传给你 就说 你学起来就很困难 众生根性不相同 所以佛有八万四千法门 有无量法门 应激说法 顺着你过去 生生世世所修学的 你学得就快 你不会感觉到困难 而且你学得能生欢喜喜 熟了吧 跟过去生中所修学的时候 结了鬼了 所以这个只有 主要是诚挚的人 才能做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障碍 这里叫 这个记字里面叫 平等心智 心无病 这个病就是障碍 迷惑颠倒 业障 你业障消除了 痛到无碍了 这叫无病 所以要知道 我们今天的病 我们的什么都不同 障碍重重 什么原因呢 就是有执着 执着 还有一个名词 叫见思烦恼 华言里面讲执着 大臣教的佛常常讲 见思烦恼 那个见烦恼 就执着 身见 边见 见取见 见取见 邪见 这错误的见解 从哪里生的 从执着生的 思烦恼里面 就是错误的思想 执着你的想法 谈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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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 这个五种 思烦恼 你认为是正确的 死也不肯放弃 这见思烦恼 这年终说法 后期来看 你就清楚了 佛菩萨 叫我们放下 无中 见乎 无中 死乎 通通 通通放下了 你的障碍没有了 这个时候 在小陈人家 阿罗汉 正阿罗汉 在大臣里面讲 要是用我们 华严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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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 奇性位的菩萨 现在我们这个经文 讲的是 摄性 摄性里面 第七性的菩萨 平等性至 先前了 第七性 妙观察还没有 只是平等性先前了 所以断争功夫 跟阿罗汉相等 但是大臣比小臣聪明 那大臣智慧开了 小臣智慧还没开 这个地方 我们也一定 一定要晓得 四智菩提 是我们自信 本来居住的 就是因为 其聊 妄想分别 执着 把四性 变成了 八十 四肢跟八十 是一不上二 作物聊叫四肢 谜谜叫八十 谜谜不同而已 那谜的是 谜的是执着 不肯放下 屋的时候 屋里统统放下 你看看 你为什么不救 不肯放下 所以你不救 你要问你哪一天救 我可以告诉你 你哪一天放下 哪一天救 这话是真话 一点都不欺骗你 所以你还有讨厌的人 你要很欢喜他 为什么呢 正是帮助你练功的工具 像磨刀一样 我要我的刀锋利 我要找一块磨刀石 来磨刀石 来磨刀了 我是一把刀 那个我喜欢的人 讨厌的人 喜欢的四 讨厌的四 就是磨刀石 你没有他 你自己不能成就 你要让他在面前的时候 才能够知道 你的功夫进展到什么程度 你的心到底平不平等 这个菩提心里面讲的 真诚 清净 平等 你的真诚 清净 平等 不能兴起 就是你那个爱真 不平 爱真没放下 爱真是假的 不是真的 自信 清净 心里头 没有爱真 其心论 你都说得好啊 本就本有 不就本无 四知是本就 本有 八识是不就 本无 本无 决定 可以断掉 本有 决定 可以 正的 佛法 将信心 幸福 有道理的 你把这个 这些经文 开始 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的信心 才能建立 什么 什么信心呢 烦恼 决定 可以断 爱真 可以断 自信 剥弱 剑弱 智慧 决定 可以 真的 为什么 本有 这个智慧 现前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跟诸佛如来 没有两样 这华严经上 说的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 得相 但以妄想 执着 不能 真的 所以你只要 有妄想 分别执着 你永远搞六道轮回 你是六道反复 你能把这个放 放下之后 你就成佛了 你就是发身菩萨 你就是诸佛如来 就跟你 一念之间 为什么不肯放下 为什么那么样坚固的 这种 你能放下一分 得一分发喜 得一分自在 掌一分智慧 增一分德行 这个叫真修 这叫真功夫 我们要懂 我刚刚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师告诉我 佛法重设置 不重形式 以后 我在新加坡 听纳丹总统 跟我说过这句话 有一天 我们两个 在一起吃饭 我们坐在一起 他告诉我 他是印度教 他说 我对宗教 最敬佩的是佛教 佛教重生 治不重形式 他说出这句话 我很尊敬他 他是佛教的内行人 他不是外行 外行人说不出 那么行事重不重要呢 行事重要 行事是什么 行事是借淫大众的 换一句话说 行事是利他的 不是自利的 诸位要知道 自利是重设置 从早到晚 我们六根 借出外面六层境界 境界里面 分三类 善 卧 无忌 我们这个六根 戒除 你会其分别执着 练功就在这个条例 善的境界里头 不生贪爱 我的境界里面 不生成会 真功夫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用念佛的方法 这个念佛功夫得利了 念佛如果把这个顺境里头 还有贪爱 逆境里头 还生成会 你这个佛教得念了 有口无心 古大德常说的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一天念十万圣佛号 二十万圣佛号 一点用都没有 为什么呢 该怎么轮回 还是怎么轮回 不能往生 往生要功夫得利了 功夫怎么得利了 就是 爱真 不关心 两边都放下了 心底到什么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慈悲 给你相信 你只要爱真 不放下了 这个菩提心 这五句 你一个字都没有 所以功夫 是在人词上里 是在明文力 是在无欲六成上里 真因舍佛 这叫重生质 不重现实 希望我们同学 要了解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 六足大四讲 姓吴彬 我们现在心有病 有病就是什么呢 六根借出六成境界 会其心动力 会分别执着 这就是病 顺自己意识的 其贪心 想占有 想控制 不顺自己意识的 其承惠心 怨恨心 恨恨恨心 恨恨恨心 转过来之后 转过来之后 这个都没有了 心平等 真诚 亲近 平等 真就慈悲 没有病 心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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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菩提心 先前 十把菩提心 障碍掉了 转过来之后 障碍去掉了 菩提心 四智 叫菩提 这个相中里面讲的 叫大远近 叫平等 叫妙观察 叫成熟作 你们想想 他跟我们现在 一般所说的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就慈悲 相不相应 一桩四起 两个讲法 所以自己要懂得 一切实 一切处 一切境远当中 除障碍 我们离开新加坡的时候 我写了一幅队列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除逆境 随卧远 无晨慧 业障 全消 敬消 业障 尽消 出顺境 随善缘 无贪吃 佛会 权限 我写了丁卫 队里 离开新加坡 免利自己 跟我前面所讲的一样 我们在新加坡三年 受居士林 受李牧原居士的恩惠 我们不能忘记 不管他用什么态度对我 我们总是知恩报恩 所以我们这个祖先纪念堂 叫东元堂 东是纪念方东梅先生 元是李牧原 用他们两个人名字 做我们这个堂口 念念不忘 我们要懂得自己 怎样做人 怎样学乎 今天时间到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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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